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在大选当中曾经给川普带来一些麻烦的轴 或者说原来民主党控制的轴 川普其实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结果昨天新闻都在听证会上 都在那个女孩身上 所以基本上人们就淡漠了 那我今天白天才刚才才看到 在Newsmax就讲述了川普昨天在初选当中的大获全胜 12比0 如果总数在全国的范围内初选 143比10 就是说川普的胜率高达93%到94% 那这还是就是展现出他特别的力量 那昨天比较突出的就是在纽约州的州长竞选当中 朱利安尼的儿子输了 在他初选输了 输给那个姓李的麦克里 那朱利安尼在有关纽约州的州长竞选 概念上呢 川普对朱利安尼的儿子是表示 我相信他和川普没得选择 他只能去支持朱利安尼的儿子 但是其实没有听到太多的声音 我们没有看到川普去参加朱利安尼的儿子 任何的公开的活动 没有 只是在有一次记者 很早的一次表述当中 才表示支持 应该跟现在政治状况有关 跟现在整个政治环境有关 跟川普他们跟朱利安尼他们在当年大选当中的一些 他们之间的故事有关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特别的 那有些媒体去报道突出了这件事情 因为朱利安尼的儿子输了 那朱利安尼自己呢 在替儿子竞选当中呢 在一个超市里曾经被打了 被一个被一个这个雇员打 是超市的雇员 那件事情就这么一冒头 后来又没了 所以在当时与川普相关的一些人呢 都从新闻的 当时新闻的这种焦点当中 其实都退下来了 这是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故事 其实包括这个 包括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 那其实都已经从新闻热点退出来 那现在的新闻热点 在基本再次回到川普本人 那川普的做法确实有着他 有着他自己 只能说有着他自己的特征 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特征 而形成比较大焦点 在共和党当中呢 是佛州的州长 这是这是无荣之一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对比 因为在如果真的美国中期选举 按照川普所期待那样 最终呈现出这么个结果的话 那在对2024年的美国大选当中的故事呢 就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为共和党就变成了川普党 真的变成川普党 你接受不接受就是那样的 但是川普在一些具体的州 有着明显的这种 非常明显的在州里面输掉 佐治亚州是最明确的 有些朋友不太接受 就说佐治亚州民主党人 你可以投票 那些都是现实 那些都是 我觉得要有能力面对现实 抱怨是永远是没有用的 那面对现实是一种很真实 就是很回归很真实的状况 那就是这个现实 就是这个状况 那他赢不了 就是赢不了 说那赢不了 为什么川普还去背输去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要做一个真正 真正明媚的 所以在一些比较突出的州里面 川普明显的就是 在各个角度明显都是输掉 所以他输了十场 大概佐治亚州就占了五场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 我跟大家分析这些问题 是希望朋友能够 在看待事情的时候呢 要有一种命运的成分 就是佐治亚州这个地方 对川普根本就不是川普能够呆的地方 但佐治亚州就是飘的故乡 就是黑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要看到佐治亚州翻版了 就是他的概念转向了川普这一面 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就基本结束了 就全都没了 就是美国左派东西就全都没了 跑了佐治亚州的根 那根就全跑了 那说明到现在呢 他还留有影响 这是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 因为人拗不过这些东西的 这不是一个单纯肤色的问题 他的更深的内涵就是世界上没有俩人一样的 是一个命运的问题 但是从大的场面上 那川普是战先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今天美国政坛中最要紧 就是川普成为了中心 左派去以任何方式攻击他 就是不希望他的力量在现实的环境中展现出来 左派是纯政治的 但川普恰恰跟他对立 川普完胜 今天他发了个帖子 欢呼了这一份战绩 他的总比例是143比10 获胜率93.5% 值得注意的是 关键就是在伊利诺斯州 他的两名被他背书的人全都获胜了 而星期六 川普去了伊利诺斯州 确实去了 参加了他的这个乱利集会 一个是马利米勒 另外一个是共和党州长的这个州长竞选者 叫贝利 那米勒是被他称为明星 所以当时在星期六的时候 集会的时候 也是满火爆的 应该讲满火爆 川普在获胜之后写到 马利米勒做到了 那在伊利诺斯州赢得了大奖 那她是一个聪明努力的人 非常好的女人 赞扬贝利 发誓要战胜民主党州长 那个人叫G.B 她是最糟糕的 令人讨厌 是完全封锁的 所以要在 要在今年11月份战胜她 那 贝利被称为是所有人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州长 要跟贝利 这个 这个 而贝利 曾经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州参议员 她昨天压倒式的赢得了这种选举 所以这是 川普在 因为伊利诺斯州 是非常非常民主 非常非常民主党的 非常非常左派 所以这就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挑战性 如果她真的 川普在民主党的控制了州里面 她的提名者获胜了 但是呢 在共和党控制了 佐治亚州 川普又都输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 其实它包含着相生相克的道理 对朋友们处理事情 看待事情是很有很有帮助的 这个 这个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 形象获胜的12个人当中 就是让人们令人难以 难以置信的保持着不败记录 伊利诺斯州15选区的米勒 共和党州长的这个贝里 科罗纳多州的第三选区 然后伊利诺斯州的12选区的迈克 你看伊利诺斯出现了四个 下面还有一个 Barry 18选区的 所以 等于是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 完全倒向了川普 俄亥俄州的州长竞选 那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的 参议 众议员 两个众议员 Frank 三个众议员 然后参议员是犹他州的迈克里 然后犹他州的一个众议员 第二选区的 另外 犹他州的三个 第二选 三个这个众议员 所以也就变成了川普 在犹他州 伊利诺斯州 跟俄亥俄州 占有明确的优势 因为他全赢了 我只能说比较我去了 比较我去 五月下旬以来 佐治亚州初选之后 川普100比6 100比6 是胜选的 这是分着不同的时间段 那里面又讲述了 6月21号有五场胜利 阿拉巴马州 弗吉尼亚州 弗吉尼亚州几乎全都获胜 弗吉尼亚州呢 获胜跟 可能跟州长有关 可能跟州长 而弗吉尼亚州呢 他是完全靠近的 他是在 华盛顿特区的边上 那他对华盛顿特区 影响非常大 因为很多人 居住在那地方 然后他讲他输掉的市场 在输掉的市场当中 佐治亚州占的比重太大了 州长 然后是佐治亚州的第六选区 这个支持众议员 然后第十选区的 这个这个都是众议员 然后总检察长也输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是 佐治亚州的州务卿 以至于佐治亚州的保险安全消防专员 所以这佐治亚州不同级别的官员都输了 所以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说 跟佐治亚州的历史 作为漂的故乡 和跟黑人可能真的相关 因为我们看到左派势力的背后呢 是阿爸 所以很多朋友在这点上几乎没有 都是从政治角度去评论 我个人觉得不是 所以他就预示这种氛围过程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 真正左派势力只能固守在 就像佐治亚州这样的 有着极其深刻的生命缘由 而剩下的包括伊利诺斯州 我们都看到他的溃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